主席總統賴清德的就職典禮即將在5月20號登場了 國防部陸軍禮炮連也預計會跟聯合樂隊一同奏樂來表達敬意 四門禮炮接連發射 發出震惡欲龍的聲響 現場逐漸飄出白煙 國防部陸軍禮炮連為了準總統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演練 賴清德的520就職典禮即將登場 國防部的禮炮連預計將搭配聯合樂隊 將在典禮上向未來的三軍統帥至上最高敬意 陸軍禮炮連和國防部聯合樂隊 將會一同演奏敬禮樂以及總統致敬曲 並至上軍禮最高的21禮炮向賴清德表達敬意 而為了展現完美演出 國防部已經設想眾多意外狀況 做好萬全準備 假設我們第二門火炮當下不發火的話 我們第三我們第三門火炮會在零點零點五秒內 馬上發射做出相對的組織 所以之後第二門火炮就不會再敏放 軍方部只要避免禮炮出問題影響表演 五月的炎熱天氣更是一大難題 國防部要求士兵們要在正中午穿著正裝 到立揚底下站立一個小時進行耐熱訓練 預先適應典禮當天可能會出現的高溫 新任元首即將上任各單位繃緊神經 而家庭生活一向低調的賴清德 除了會帶著準總統夫人吳梅如現身之外 他沒在螢光幕前曝光的兩位兒子 也將首度露面 賴清德的總統就職典禮亮點滿滿 借過觀眾宣心北唱不到